女警到車禍現場處理 要對當事人進行酒測 不過男子真的好爐又好賴皮 坐在地上不斷拖延 將他吹氣 他卻緊閉雙嘴 愛吹不吹氣的女警都抓狂了 你通告 我就報警察官抽血 再跟他配合 然後我跟你說 一口氣長吹到底 爐了整整一個多小時 女警都下最後通牒 再不酒測就要上銬逮捕 就像男子才乖乖 願意配合 一測完 酒測值超標了 60歲的李姓男子 酒駕騎機車跟一名女騎士 發生碰撞 警方獲報到場處理 但李姓男子知道自己有喝酒 不願意配合酒測 如了老半天 最後酒測值竟然高達1.13毫克 根本是爛罪如泥的狀態 最後警方一公共危險罪 將男子移送法辦